高雄一处宫廟日前举行肉无尽 那么其中一位女鸡童特别引人注目 因为她外表亮丽 而且身材仙气揪手 居然能够拿起200公分高的关刀耍弄 甚至她还是四个孩子的妈 拿起200公分高的关刀 女鸡童邱一针耍弄起来却是毫不费力 跨上白马随着绕近队伍前进 担任官圣帝君鸡童的她也是架势十足 身穿黑色露肩上衣 围起携有官字的甲裙 邱一针神情坚毅 仿佛成了官圣帝君化身 高雄大辽朝辽里官天府 日前绕境初旬 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女鸡童 成了瞩目焦点 因为她当然是省的力量 她本身的那个不是说因为她瘦 她小 那个是五行的夹 夹在她的身上 影片po出引来上千网友按赞分享 带网友反应两极 有人直夸是好美的神明代言人 有人却批评降价的动作 一点都不像官圣帝君 一点都不庄严 其实邱一针才二十六岁 却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 身高一百五十九公分的她 体重只有四十三公斤 纤细娇小却成了官老爷的化身 原本铁齿不相信机身的邱一针说 是从神明入梦开始结缘 神明退嫁后看到影片 对于自己能拿起五公斤重的关刀 还轻松上马 也觉得很神奇 尽管跟先生都要忙着服务神明 得牺牲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邱一针相信一切都是神明的安排 也珍惜能成为女肌童的缘分 记者刘启文高雄报道